妻子对丈夫自荐整齐 却三番五次惨遭拒绝 还是算了吧 倒不是新婚小夫妻没有感情 只是这少爷 虽模样性格都是一等一的好 但身体上的确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影迹 这是只有夫妻之间知晓 所以每当长辈则难时 这口锅就扣在了少奶奶身上 当真是有苦难言 少爷和少奶奶相识在江南的烟雨天 一个是坐着黄包车的父母吴家少爷 一个是撑着油脂伞的不知名少爷 两人在弄堂里擦肩而过 一个偶然对事便是前世注定的缘分 爱就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不久后少女嫁入吴家成为了少奶奶 家中的产业正由父母打理 吴家少爷也可复闲在家 每月教少奶奶跳西洋舞 小夫妻的欢声笑语从窗户里传来 尽是新婚燕尔的柔情秘语 吴家有一方燕床 漆黑如墨凉意透过 每到夏天 少爷便会和少奶奶躺在燕床上 Shorts时常有限 订阅我不迷路 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